考古挖掘人員小心翼翼的清整遺骸 这里是和平岛驻圣教堂考古遗址现场 目前正在进行落柱坑位视觉作业 结果在一处坑位发现一具新的遗骸 特别是这具遗骸还与过去初读的遗骸有些许的不同 虽然它遗骸的位置方向跟以前都一样 但是这一具遗骸上面它有两块石头压住 那么至于为什么会有石头来压住这个遗骸 考古团队他们还要再进一步的去了解 再去研判到底是什么样原因 从文献跟其他各方面的去做进一步的去探究 那至于遗骸本身因为还要再做清洗清洁等等的 跟整个的研究 所以目前一些比较具体的遗骸本身的这些相关资料 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提供给大众让大家了解 这是这一次这具遗骸跟以往最大不同的地方 至于新遗骸的发现 会不会影响展示解说中心的施工进度 金融市挖掘方面也做出回应 这个展示中心的设计案现在已经都进入到了细部了 但是当时在设计的时候已经都尽量再去避开可能的位置 那么如果说发现到了这一个遗骸的位置 也去影响到的话 因为在当时设计的时候已经有预留一个弹性处理的空间 所以我们会适当的去做对应调整 在不去破坏考古坑的文字价值跟重要的文物的前提之下 这些我们都有一个因应的方案在 所以这个倒是可以不用担心 挖掘方面表示在尽可能不商计考古遗址的前提下 解说中心将踩落柱最少的工法设计 因此才就结构落柱的位置进行视觉 预计18处坑位发掘完后 将由施工单位接手工程进行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